你看从丰斧到这个地方是一条 然后左边 这足太阳膀胱筋 到这个肩甲 就是天空穴这块 就是第二条线 这右边呢 你看是第三条 这回到这个地方呢 耳朵后面 风池 然后到肩颈 你看这是第四条 这边呢是第五条 把这五条线都编完后 我们知道就问题 就整个颈队就解决了 那我们开始从这个地方啊 从大堆开始往上编 点住按住揉三圈 当然是找节节号 不是说东按一下西按一下的 点准按到位揉三圈 很多的富贵包 你看这里都淤露 你看我这个上面编完以后 体力虽然这么瘦 它也有这个 它也有这个纹 就是淤露的不太厉害 有痕迹 你看揉 每一次都是揉三圈 这样规范自己的动作 它节节它进不起揉 问题是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很硬的 就是节节 我们要把它收拨开 然后第二条线也是一样的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开始编 你看看 这也是一天大的揉 像这个 膀胱筋这个骨头缝里面是重点 伸进去 这样的揉 也是一样的 找到节节 然后按到位揉三圈 你看我编完以后 就脖子 还是紧致 很细腻 不是说像刮痧一样 很红 特别是这个 肌肉交接处的地方 就是重点 要用力 稍微用点力 也多花点时间 来编 现在肩胶骨疼痛的人特别多 肩颈不好的 你像搁着衣服也可以 你看在肩胶骨缝里面 这样的也是点着 按住揉三圈 这个脊柱 你看 也可以往下走 胸椎这一块 然后反复再这样子去揉 坐到椅子上面 你看坐得整整 坐得很正 很直 比如手不要按着头 不要低着脖子 低着头 脖子 就会容易受伤 我们人 条理的人 站姿也要站直了 要学会保护自己 也要保护他人 你看 做就很轻松 很放松 坐到椅子上就可以了 你变完以后脖子 大家看一看 它就是不一样的 学会保护 鼻子脖子就很好看 它也很美观的 也能够解决 像疼痛问题 就很容易解决 如果是矮多不好的人 矮明 什么这些 中矮炎 这一块 你看像这个 你们都得 都有解决的 你要学找都有 像 像婷婷就有了 今天 给它编了一下子 它就好很多了 这个 放里面 你给它疏通 疏通 疏通完以后 要捋一捋 疏通缓 疏通缓 然后 重点的部位 再接到边 没有问题的地方 也要走一走 对 像这 你看 带头发的这些 把头发砸起来 这样显得很利用 也可以来回秤 你看 这些地方 秤也可以 按着揉也行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这样五条线 然后 可以延伸延伸 颈椎好的 你看 这就很光滑 没有鼓起来的 也没有鼓包 然后这 两个膀胱肌 就很明显的看得到 就脖子细长 这个线是 有弧度 这个线 你看 比较流畅 比较润 你看这个线 比较光滑 我们一看就能明白 四分钟 四分多钟 好 就行 但是你看 你看一样 它那个手有 它可能灯光